奧運是一個讓傳奇誕生的舞台 128年來,很多神話、奇蹟、果實、遺憾 都曾出現在競賽場上 今年的巴黎奧運也不例外 幾天前又一個傳奇誕生 故事主角是日本的畫版選手吉澤戀 他年僅14歲就拿了2024年巴黎奧運街頭畫版的金牌 吉澤戀的傳奇不僅在於他年紀細小 而在於他踏上世界巔峰的奇幻經歷 沒有贊助商、沒有經理人、沒有資源、沒有受過專業培訓 吉澤戀的選手資料上寫著所屬的機構叫做ACT 其實就是他家附近一家滑板店的名字 而他的教練就是這家滑板店的老闆 這樣的一個體壇素人第一次參加奧運就一名驚人拿了金牌 來自日本神奈村縣的吉澤戀 七歲就跟著哥哥去玩滑板 他在家附近的滑板店買了一塊滑板後就開始在樓下公園練習 由於經常向滑板店的店長請教 於是這個老闆也成為了他的義務教練 日本小鎮的孩子不像香港小孩那樣坐在BB車已經開始玩手機 吉澤戀沒有智能電話、很少看社交平台 所以他沒有見過世界各地滑板好手的比賽片段 直至2021年東京奧運 吉澤戀和他家人一起在家看電視轉播的滑板比賽 看到日本選手西子華在比賽中因為使出絕招 帶旋轉卡板身而獲得金牌 吉澤戀一家感到非常驚訝 因為旁術員形容那個高難度的動作 其實吉澤戀從小學五年級開始就經常在樓下公園做 是他每天的放學娛樂 吉澤戀甚至不知道這個動作難在哪裡 到底誰教他他都不記得了 只記得是在公園跟人學的 看完那場奧運 吉澤戀有了新的想法 他覺得 或者我也有機會站上奧運的舞台 從此他積極參加各大賽事 並且初露頭角 於是吉澤戀在2021年 拿了日本全國第五名 2022年更加跡身世界排名前十名 吉澤戀來自平凡家庭 爸爸是做護士的 所以每次他出外比賽 都是父母拿錢自費參加 一路打拼 最後踏上奧運的殿堂 一舉奪金 就彷彿好像運動漫畫的情節 所以日本的媒體 都將吉澤戀 封為灰姑娘選手 看到吉澤戀的灰姑娘經歷 我想起香港一位滑板上的少年 不一樣的遭遇 他的名叫顧家媛 北京出生 年幼時移民來香港 在香港讀書 去年以14歲之靈 勇奪亞洲X-game大賽總冠軍 北京隊和其他省隊、市隊 都想邏輯他作為外借的隊員 打他主意 因為他在香港沒有身份 已位為全國總冠軍的滑板小將 顧家媛 原來一直都沒機會成為港隊成員 連奧運選拔賽都沒得參加 原因很荒謬 因為他並非港協企奧委會轄下的 滾軸運動及滑板總會的會員 所以未獲資格代表香港出戰巴黎奧運 不單止奧運 其實他連亞運全運都去不了 既然是這樣 顧家媛加入滾軸 那就行了 原來早在2021年 他已經加入滾軸成為一連制的會員 但一直沒有機會參加選拔 成為正式運動員 一場比賽都沒出過 顧爸爸一直為兒子將落 滾軸只是回覆說 你留意網站 顧爸爸每個星期都上網 但就看不到選拔的消息 一年過去 他們灰心地離開了滾軸 在朋友介紹下 轉頭 中國香港滑板聯合總會 才有機會 四出比賽 去年更成為全國總冠軍 因為一個會籍的問題 而被拒於奧運的門外 顧家媛所屬的滑板聯會會長 徐彥龍就形容 處境就好像你考了五科A 然後就被人告訴你 所有大學都不會收你 可能你會說 小將今年才15歲 路還很長 機會還有很多 如果你看看今年奧運 女子滑板賽的結果 就不會這麼說了 今屆滑板奧運金牌吉澤戀 14歲 銀牌的日本選手15歲 銅牌的巴西選手16歲 第四名是14歲的中國選手 崔神希 原來14、15歲 是滑板運動員的顛峰期 今年15歲的香港滑板少將顧家媛 即使四年後有機會參加奧運 或者已經成為了老將了 累到運動員沒有了黃金歲月的 沒想到竟然是一張會員卡 沒有人 絲綁